012-018年世界杯正如火如涂地进行大批尾 球迷每天围坐在电视机前为自己洗 爱的球队打射气不但几天的小组在 踢下来懂任位和不懂任位的球迷 能够纷纷走上天台几十年攒下的天产 你也回到解放前 引得群众奔走相告这不过就 是每届世界杯例行公式的赌球 而今年赌球风挂得最大早的朋友圈里 哀红店也很多 人认为世界杯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也有人发出了灵魂拷问 奉劝大家十读九书 打扮你们的 并不是假球甚至运气而适数 距零二处赌球 还有什么支撑你熬夜看比赛 是马拉多纳的上币之手 罗纳尔多的醋牙和标志性摇手指 其达内的精湿玉顶 内马尔炫酷的发型 范佩西的余悦冲顶 其实对于不懂球的广大女性来说 根本不知道她们是谁 大多数女性的心理是 零三需要稍稍科普一下世界杯了 首先本届世界杯 没有中国队 所以不要问为什么世界杯席位 只有32个我们先训 我们里让没有意大利队长的帅 是没有用的他们 今年没发挥好 没有荷兰队式的他们 今年也没发挥好 没有美国对他们篮球打得比较好 没有姚宁 也没有科比詹梅夫 库里这些是打篮球的 没有贝克汉姆 我知道他很帅 可是他真的不踢球 很多年了没有 但罗纳尔多 也没小罗纳尔多 但是有C罗 但是他们三个没有血缘关系 雷西不是西班牙人C罗 也不是西班牙人 他们只是在西班牙俱乐部 踢球而已 没有黄马 巴萨 阿森纳这些都是俱乐部名字世界杯 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比赛世界杯 每次年一届球队 输了球你 千万不要发明年再来 这种搞笑朋友圈 没有主场客场 大家都在俄罗斯基美借世界杯的 举办地是不一样的 下一届就不在俄罗斯了本届比赛 要比一个月基本都是在半夜 所以宵夜请提前准备 好千万不要问出 球员有没有吃完宵夜在比赛 这种问题你在凌晨两点看球 不代表球员 就在凌晨两点踢球时差 时差懂吗 当一个球员突然踢向另一个球员 他不是黑社会派来的卧底 他只是在产球每场 比赛分上下半场共90分钟 但不代表90分钟 就能结束 因为还有补食 加时 中场休息 另外 直播中的Z罗VS 首音中的Z罗有点不一样以上 是世界杯入门 支持零次世界杯球 看不懂没有关系 分不清没吸 Z罗 马洛特利 伊布拉西莫维奇内马尔 热奇尔 鲁尼 卡瓦尼 瓦拉列谁是谁也没有关系 对广大不懂球的女性从包来说 脸总是要看的 德国队5号 胡梅尔斯 上市美颜州也是要吃的32支球队 736个精状的汉子 这不是肉体的圣燕是什么 好多美好肉体 每年德国队的西装罩都让人流口水 事实上 女性都爱世界杯没有人比女性更爱世界杯 除了舔平和观看美好肉体之外世界杯期间所有的地方都有打折和优惠 连化妆品都有莫名其妙 平时发自拍 想文案都要想狠 就但是在世界杯期间 只要说一句 昨天的比赛正是太棒了 就可以每天发一张不一样的自拍 省弃很多烦恼灵舞 对于2018世界杯第一轮的比赛狠 多球迷都会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意外 意外 还是意外 毕竟冷门不断 让人来不及大脑转弯比赛的胜负 已分不过这几支奇葩球队 让人耳目一息 东大主 俄罗斯开发6月14日 北京时间22点58分 街舞站在莫斯科打响 东大主 俄罗斯5-0横扫沙特 机动中的战斗民族 为了庆祝俄罗斯大胜 球迷有口雄打头阵 吹着喇叭 坐着敞篷车 使进维克尔大街 这别开生面的庆祝方式 厉害了 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 俄罗斯队以3比1战胜埃及取得两连胜 两场比赛取得8例进球 基本锁定小组出现 率先拿到16强的第一张门票 谁能想到 目前为止最有冠军下的 不是梅西的阿根廷 不是Z罗的葡萄牙 也不是内玛尔的巴西 而是普京的俄罗斯 化妆到韩国队6月18日 韩国队战瑞典 韩国领比伊西拜瑞典 然而成功引起网友们注意的 并不是比赛结果 而是韩国门将赵贤右 他还登上了微博热搜 广大网友一致认为他化了妆 镜头上看 皮肤好白 大型也够精致 纹丝不动 最令人吃惊的是 前程比赛下来 这位韩国门将近卫脱妆 还有爆料称 看过他的社交平台上就可以知道 赵贤右酷爱和迷友一起敷面膜 看来的确是一个爱保养而精致的猪猪男孩 不过 这次上场到底有没有化妆呢 微博消息称 人家那是劝恋辛苦 脸色比较苍白 强劲的赛内加尔队 世界杯小组在首轮最后一场比赛 于当地时间19日傍晚 在莫斯科斯巴达克体育场进行 波兰队在比赛中 送出了一记乌龙球和一次乌龙回传 1比2不比赛内加尔队 赛内加尔的教练在本场比赛中 可以说非常抢劲了 螳螂拳布置战术赢球的庆祝方式 也是又可爱又不羁 赛内加尔的总统更是亲临现场 被球队打气 不仅如此 赛内加尔全国放假12天 让所有人安心看球 06图令人印象深刻的球队 据说拿下世界杯直播权的优酷 花了16亿 也是非常土豪了16亿 拿到世界杯的直播权 点播权以及其他权益 对于优酷来说 无疑是非常昂贵的 那优酷为什么坚持花这笔钱呢 小编认为 首先 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盛市 以及商业价值最大的体育IP 世界杯拥有可比你的强大流量和关注度 拿下世界杯的直播及其他权益 对优酷来说只有一处 从流量上来讲 世界杯赛事本身关注度高 能在短期内带来大量流量 有数据显示 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全国有超过7.9亿观众通过央视收看世界杯 每季收视时长超过34亿小时 其中 中国球迷贡献独立用户数量达到5.3亿 与此同时 随着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 用户选择通过互联网 接收世界杯资讯的比例逐年上升 有数据显示 在2006、2010、2014三届世界杯中 通过网络获取资讯的用户数量分别为9%、31%、57% 展示明显 据公开资料整理根据预测 2018年世界杯国内观众人数有望突破10亿 相比2014年巴西世界杯将明显增长 按照上图网络用户占比计算 今年国内通过网络观看世界杯的用户 或将超过5亿 这或许也意味着 能够为优酷带来5亿左右的流量 相比较而言 此次优酷的获克成本 或许并不高 此外 优酷还可以在广告营收等多方面获得丰厚的利润 此外 在体育产业链中 阿里加优酷将可以通过世界杯这一世界顶级IP创造